黑凤梨是喜欢你 黑面膜 精华满满 肌肤坦坦 我们这些人当中 宇哥的孩子算是最大的 19岁 那您现在能不能够理解 微微的父母亲就是 其实我理解了 但是在我心里面那些 葡萄汹涌的事情 其实细节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现在 都在美国去念书 他们很年轻 很小的时候就去了 我跟他说 不管你是跟女生结婚 还是跟男生结婚 或者是你是 因为有小孩才结婚 或是因为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结婚 我只希望你在结婚的时候 打个电话告诉我 如果你愿意我去 我就去 如果你不愿意我去 我会献上我的祝福 如果我还能去 我就会去 如果我不能去 我也希望 我的祝福能够在你的手上 我现在儿子嘛 今年三岁 我跟您的想法 是一模一样 我对我孩子的约定是 只要你愿意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你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什么都愿意给你做 你有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就好了 因为我四十岁才要的孩子 小木木到二十岁的那天 我已经六十了 我好多事情 都不能为他做了 比如说他被别人欺负了 我一个六十岁 花甲的老头 我能去怎么样 但是我只是希望 你好也好 不好也好 你让老爸知道就好 如果你真的发生了 不幸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不要害怕告诉我 你要把你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我 爸爸去帮你讨公道 没有关系 你不要害怕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不管心里有天大的难过 第一反应 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即算父母亲没有给过你们任何的约定 你们不管跑多远 跑多快 只要一回头 你们看见的最伟大的那个人 就是自己的父母亲 他站在那里就是最好的约定 所以我们感谢自己的父母亲 真的 谢谢他们 我刚才说 这个约定有很多很多之间的 你跟那个周真兄 就是你们两个 不管对方在这个行业之内 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你们好像一直都这样 之间就是在去年 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走上人生的这个巅峰的过程当中 就为他高兴 但又不愿意再跟他 有太密的那种联系 我有一次借了酒镜 我跟他说 娱乐圈最大的谎言就是 我红了肯定不这样 我特别担心 曾经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红了以后 他产生变化 就是你看看杨迪 我在那 我在那 嘿 前锋 是吗 所以 我让了变得 变得都不像人了 我红了变得还可以 你真的是 感人的环节好吗 就是他 所以因为我跟他抱怨 我们大概一年没见面 然后就是一年见了四次面 我觉得他就给我约定 就是一个星期见四次 和去年一年见四次 在内心当中事业上面 互相扶持 其实应该这么说 朱真哥是我圈里面的 一个巨大的榜样 其实我身上有很多的点 全是他身上学习的 我之所以会归一个人 这么好是有原因的 我们俩约定是 如果有个人一天起来了 我们还是一起兄弟走上顶峰 好让人羡慕啊 好让人羡慕 杨迪你有这样的约兵吗 我经常和一些陌生人 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约定起来的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2009年 然后有一次从河南 飞成都的时候飞机晚点 我就坐在那边等嘛 然后就有个女生 她说你是不是杨迪 我好像我在电视上看过你节目 你觉得你好搞笑 觉得你以后肯定不得了 怎么怎么样 她是个算命的是吧 我们就在那边聊聊聊 聊很久 结果延误到那个飞机 直接不飞了 要把我们所有人拉到 那个机场旁边的酒店去住 在那个车上 那个女生对我说 她说我们俩住一起吧 真的假的 我告诉你们 因为机场的酒店 只会安排标间 两个陌生人住一间 记不记得和我住一个房间 我说我不住 没有 我说没关系 我们住一个房间就行了 你就睡你的 我不睡你 一般去之前都是这么说的 去了以后我就没有了 我没意思了 我们就进去以后 她就把她的电脑打开 她就开始 她说杨迪来来来 我给你看个点东西 我天哪 哦 你还 博胜 这是要助兴吗 这是要干嘛 没有了 我是韩庚的忠实粉丝 她的跳舞多半个人 各种 看我放韩庚的一大堆东西 如果你有生之年 遇到韩庚和她合作 你一定要告诉她 我特别喜欢她 一直到2014年 你就快进过了那一晚上 后面就一晚 聊了一晚上韩庚 我们就聊韩庚 聊一晚上韩庚都一 韩庚爱吃什么 爱玩什么都聊 一直到2014年 我拍那个电影《万物生长》 韩庚就是男一号 我是演她的室友 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熟悉 我突然想到这个女生 我说天哪 我就翻翻翻翻她微博翻到 真的做梦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我现在真的跟韩庚已经合作了 那女生说恭喜你 恭喜你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喜欢韩庚了 因为 那她好无聊的 好气哦 粉丝这么善变的呀 粉丝就善变了 你们会爱老薛多长时间 好的 都是骗人的 朋友们 接下来 我又有一个约定 是最近发生的 那天我北京录一个节目 车门都要关的时候 有时候伸手就伸起来 给你的信 给你的信 信上写着我的名字 我说哇 写这么好好好 回去好认真一打开 来 写给薛之谦的信 来 给我朗读者的光 杨迪一个笑脸 一打开 这么多东西哦 这么后一落 只有这张纸条是写给我的 杨迪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是我希望你能帮我交给他 因为我等不起了 我会为你祈祷 你不要多想 就算你撕也没关系 因为我确实有点过分 你还知道啊 我不会伤心的 真的谢谢你 后面这句话更气人 杨迪 其实你长得一点也不丑 很开心啊 因为人美在内心不在外貌 能感觉到非常仓促地写了这个 我就找找选段 念给薛之谦好不好 他粉丝给他 你看 全是他的照片 这个粉丝做梦也没想到 我直接给你带到节目现场 看你怎么羞辱我的 亲爱的千千 您好 然后莫名其妙 他把亲爱的画掉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千千 您好 我并不是一直追随你的 我也只是半路突然喜欢你 然后就讲了 怎么怎么喜欢他 我知道自己 可能没有你的粉丝一样 追寻你好多脚步 但我现在正在努力 追上你现在的脚步 你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我很喜欢你的笑容 你出了两首新歌叫 刚刚好和初学者 初学者我还没有听过 真的 但刚刚好我听过了 里面的歌词什么的 都写得非常有含义 听他们说你好像和 你们娱乐圈的这些爱情 我不懂 你怎么会失败 他好像 我就不说 是不是不能念 什么鬼 你们有可能不认识这几个字 你念啊 局长你念啊 你倒是敢念啊 我的天 我的天 ا 我